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准备在3月21号到26号组织大家到江苏三个著名的古城南京、扬州、镇江进行游学 说到这三个古城,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南京的总统府、中山陵、明孝陵、六朝博物馆、朝天宫等等 众多的古迹留下了非常多的历史典故和历史故事 扬州更是什么史公祠、大运河、大明寺等等 广陵王牧、镇江著名的三山、刘备招亲的地方、文天祥脱险的地方、新汽集写词的地方都在这 所以人文汇翠、自古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 到这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另外在4月12号和4月19号 我们还打算组织大家到甘肃和西走廊沿线进行游学 我们会经过兰州、然后到武威、然后到张业、然后到甲羽关、刮州、最后到敦煌 这一路上也是古迹众多 兰州会看到省博物馆、然后武威著名的雷台汉墓、著名的文庙、还有武威市的博物馆都非常值得一去 张业著名的大佛寺、然后嘉宇关著名的古城、刮州我们可以看到榆林窟、敦煌那就明文侠尔的敦煌石窟和阳关景区 总之呢这两次游学活动江南和甘肃都是不虚此行物超所值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啊那咱们就言归正传 今天是元宵节了 祝大家呢 节日快乐 不过这个元宵这东西啊 太甜了 吃两个意思意思就完了 关于这个元宵节的来历啊 目前有多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是汉武帝祭祀东皇太一 这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神灵 活动呢首先在皇宫内部举行 而后呢传入民间 后来呢转化为节日 也就形成了元宵节张灯节彩的习俗 另一个起源呢是东汉时期的重佛活动 汉明帝的时候呢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和佛教一起来的 还有各种这个礼佛的活动 在印度啊有僧人观佛舍利放灯的习俗 汉明帝照猫画虎下令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 在宫廷和寺院里燃灯重佛 而后这项习俗传到民间 民众虽然没有学会礼佛 但至少学会了点灯 自此呢元宵节点灯就成为了传统习俗 等到随阳帝的时候呢 元宵节已经发展为比较隆重的节日 阳帝想要看到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盛况 不惜学本招来周边国家来华朝贡 并用极尽奢华的方式来款待他们 以显示天朝善国的强盛复数 在金钱外交的公式之下 各国使节相继到达京城 在元宵节这天陛下下令举办盛大国宴 不仅要吃饭还要看百戏 所以百戏呢就是民间艺术的统称 小品相声杂技魔术全都包括在内 百戏需要巨大的场地 不过在皇上眼里啊这根本不算个事 单独开辟一个空地 让两万个民间艺人来演戏 演奏的乐声几十里外都能听到 各国君主酋长看完盛大演出之后 在隋阳帝面前是交口称赞 巴不得永居中国拿绿卡 甘做隋朝的臣民 被各国君主酋长狂拍拖马屁之后 隋阳帝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 下令以后元宵节都要演百戏 而且外国人在这段时间免费看戏免费吃饭 反正天朝上国有的是钱 也就是在元宵节活动当中 一位外国使节发出了扎心之问 国家那么多穷人可树上缠着丝绸怎么回事 随行的隋朝官员无法应答 此后没几年全国各地到处是积民造反 阳帝也在扬州的花天酒地中丢了性命 唐朝虽然终结了隋朝统治 但并没有取缔过元宵节活动 放冬时间从过去的一天延续为三天 同时从唐朝开始元宵节成为法定节日 此时唐朝还实行这个仿式宵禁制度 民众晚上只能呆在自个家不许出门 犯了宵禁的人重则处死轻则障行 只有元宵节这三天为方便人们关灯 各地暂停宵禁 这好比久在笼中的小鸟 这几天突然得了自由自然高兴得不得了 白居易当官的时候有一年元宵节在家养病 大街上到处都是花灯人们熙来攘往 而他只能呆在床上 因此写下这么一句诗 宣宣车记帝王州 疾病无心碎胜游 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 那么多找乐子的 只有他自个在家郁闷 两宵时期商品经济发达 每逢元宵节开封城里就更加热闹 原来三天放灯时间延续到五天 这就意味着市场上又能多热闹两天 因此人们上街的热情更加高涨 有一年元宵节司马光的夫人想要外出看灯 这段时间司马光一直在编资质通鉴 觉得出门浪费时间 说家里已经有灯了 何必再出门呢 夫人怀答说不光图看灯也为了看游人 司马光听完之后气急返校 他们是人难道老夫是鬼吗 我从这就能看出来宋朝的元宵节 已经非常的热闹 贵为告命夫人也愿意去开开眼 这种灯会不光贵妇爱看 天子本人也非常热衷 宋徽宗就特意为元宵节发明一个新词 叫玉场元宵 只在节日时呢 加以庆祝有点意犹未尽 所以呢 从腊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晚上一直点灯 皇帝带着后宫皇子到观礼台上与民同乐 赶上皇上心情好的时候呢 会给民众大撒毙随机发点红包 而在这个1112年 也就是登基第12年的元宵节 这一天突然有一群鹤围着皇宫盘旋 最后降落在宫内 所有人都惊呆了 首都的围观群众纷纷表示 圣军降临有了瑞赫加持 以后的太平日子就有盼头了 宋徽宗当场艺术细胞直冲大脑 画了一幅瑞赫图 今天呢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 这件事啊 你用角质都能想明白 跟天意没什么毛关系 就是一次人造的祥瑞 1112年是任陈年 按照称语上讲 这一年圣军来下光临于赵民 所以有关部门提前养鹤 在这一天放飞 哄皇上开心 事实证明 宋徽宗并不是什么圣军 这场祥瑞也没能阻止金兵战下 到了1124年北宋岌岌可危之际 徽宗仍然要在元宵节与民同乐 有一天他在楼上赏灯 人群东突然冲出来一个光头黑衣人指着皇上破口打骂 宋徽宗命令侍卫把黑衣光头抓起来 问他为什么要骂街 谁指使的 那人就是不说 侍卫们先是拳打脚踢 然后又上了火盆烙铁黑衣人就是一声不吭 一直被打死也没再说一句 有传闻说这位黑衣人是个僧人 因为不满徽宗迷信道教排斥佛教才做了这样的举动 还有人说这是上天示警 如果真的是上天示警的话 还真挺靠谱的 因为没两年徽宗就带着亲宗一起到金国北首去了 由于官方这几年有庆祝活动 还没有那么多管民众的条条框框 因此民间对元宵节也非常重视 小说杂谈中每到元宵节就大事发生 三国演义的这个元宵节呀 提到耿迹造反 火烧五丰楼 西游记里的元宵节这天师徒四人在金灯桥过节 师父被妖怪抓走 水浒转里元宵节也凉山好汉大闹东京 宋江呢本来希望这一天联系李诗诗 走夫人路线达成招安大计 没想到李逵撒九分把这事整黄了 而《红楼梦》里开篇就提到 真是引三岁之女英莲在看花灯时被人暴走 这是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女性角色 给后来的剧情埋在了伏笔 为什么古代元宵节这么重要 因为古代的民众啊一直过着古板枯燥 甚至恐怖的生活 而元宵节呢是一个充满喧嚣快乐的节日 和历史的主色调大相径庭 无论生活怎么样 人们都需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找到快乐 因此元宵节顺应民意 成了狂欢节 成了娱乐节 成为民众心目中最重要的节 好了 关于古代过元宵呢 咱们今天就聊正多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谢谢大家